那個是情報 也就是通報 通報就是譬如我一說了就全世界知道 情報就是你告訴某個人 就是我告訴他 他不告訴他就不知道 只有我和他知道 如果通報機制就是披露為本 說了出來就全世界都知道 那你那個是通報 因為情報 我認為是情報 通報就不會 只是說鄧女士那裡 聯合醫院 他沒有情報 也沒有通報 但是廣大會通報的 一知道了 不好意思 我知道了 我就跟全世界這樣說 是通報和情報 這樣說 主席 其實如果是情報的話 如果是在文件上的意思 主要是由個別的醫院 去情報給醫管局總部 是的 不是通報 通報就是人們都知道 我告訴他 他馬上說給全世界的人聽 當然我告訴他的時候 他也要問問我是不是真的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通報的機制 是情報給 所以情報有個問題 情報之後那個人說不說 或者你情報之後 他怎麼處理就沒有人知道 理論上 通報就不是 他們有一段時間 叫做重大醫療事故的報告書是公佈的 所以如果你要看情報 前市透過AIS放在情報 但是 他們會公佈的 看鄧女士那件事就 我要提醒議員 我們今天不是討論個別的 你可以作為例子 可以作為例子的 搞先說 情報 公佈 通報 就是說情報之後 在你們的管轄範圍裡面 你覺得什麼時候要公佈 就公佈 OK 不是通報 第二就是港私家醫院那裡 你有一份東西就是 實務守則是2016年12月才修訂的 OK 就是剛剛沒多久 其實你這個實務守則 就沒有法律的效力了 是不是 應該沒有 沒有 就是他不守就可以了 是吧 就是你不守 你有什麼可以懲署他呢 這就是問題了 法牌 如果沒有的時候 那你可不可以告知本會 假以時日的實務守則 不申考的時候 你有什麼對策 是多做一本修訂版 還是立法 譬如醫生 你會不會立法 是 請子醫生 包這個 很發脆 是 剛才議員說 現在根據現行的機制 其實實務守則 在法律上就沒有特定效力 所以如果不根據實務守則去情報 基本上我們只可以出勸如信 但是就著這件事 其實政府都已經去檢討過 也剛才呈交了一條新的法案 將會要審議 將來就會加強在這方面 如果譬如他不聽衛生署署長的指示 基本上我們可以停他的服務 甚至乎停牌 也會看回持牌人 以及將來我們叫的醫務行政組監 是不是經常都有這些問題呢 如果我們可以就著他這方面 都考慮續牌的時候 不發牌給他 將來如果有新的法例的時候 就會在這方面 可以加強監管的成效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